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怪物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君搞什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一样是犯错后升官 为什么他就得不到部署的尊敬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军中的人事制度公不公平 我想大家都比我还要清楚 有些人事命令的发布 真的是会跌破大家的眼镜 甚至许多人是被拔官之后 冰了一段时间竟然马上升官了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前总统府侍卫士警卫主任陈敏华 因失焉案被记大过遭到拔官 最后竟然晋升少将 或许没有一个人是圣人 服役的过程中难免会犯下一些错误 但是你犯下的这个错误 值得大家原谅吗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两个真实案例 一样是犯错后升官 为什么他就得不到部署的尊重 这个营长入官正期学生班毕业 打从少尉任官起 他就是中规中矩认真负责行 一股文人气息 对待部署也相当不错 严格说起来他还真的没有入官毕业的那种严苛 但是不管你的领导风格如何 总是有一些人喜欢你 一些人不喜欢你 没有十全十美的长官 这天营上进行动员枪支清点 点着点着突然就传出一个消息 少了一支步枪 这还得了啊 大家就赶快放下手边的工作 一直找一直找 找了几天都没有找到 掉枪的确也是事实 没有几天后就把营长给拔了 先调离主官职当个幕僚 经过了一个多星期 才在一个空枪箱中 找到了这把步枪 但是各级长官还是考量他的表现 最终还是让他晋升上校 甚至当了某单位的指挥官 第二个案例是 某个旅籍的士官督导长 表现也还算可以 喜欢劳力性的工作 在长官面前是非常抢眼 所以也得到了许多高阶长官的认同 其实他没有什么本事 对待士兵是相当的严苛 吃兵喝兵也是常有的事 底下的士官兵早就在等待机会 只要他有步伐 马上就揭发他的行为 这天单位要到回收厂 实施资源回收 这个士官督导长也跟去了 当场就收下了资源回收金 还非常大气的拿了部分的回收金 请了在场的公差人员喝饮料 这个行为跟贪污有什么两样 这个资源回收金不是你个人的耶 你怎么可以把它使用的那么自然 行径非常的嚣张 当然就被申诉了 上级也马上调整了他的职务 由旅籍降吊之连籍担任督导长 但是过了不到一年 他又调回到其他单位 担任旅籍的士官督导长 再过不到一年 竟然荣升某军团级别的士官督导长 这两个例子都是犯错后升高官的例子 其中一个人升官后仍然受到部署的爱戴 也得到各级长官的再次认同 另外一个人则是部署都想吐他口水 除了没有座位外 还使性不改 每个部署都知道他的座位 就长官不知道 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第一个案例的营长肯定是被陷害的 第二个案例的士官督导长 就是违法嘛 这有什么好说的 虽然你运用人脉升官了 但是你永远得不到部署的尊敬 以上是我针对 一样是犯错后升官 为什么他就得不到部署的尊敬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务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